大家好,我是嘉瑜 我们在下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绍了万物皆有灵 那在里面我有提到神道教,日本的神道教 那今天这一集我就来跟大家聊聊神道教 日本的神道教其实它的起源非常的古老 它是根据日本的气候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对自然产生的崇拜跟敬仰 随着农业文化的发展 日本先民基于对大自然威力的敬畏和万物皆有灵的观念 发现了神灵的存在 对天地神灵、山川风雨等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 产生的恭敬和崇拜与祭祀 祈求农业生活能够幸福的神灵观念 是神道教的起源的原始形态跟它的开端 那这个与我们中国传统的宗教有些相似 中国宗教中也有不少是三神、海神、天地神灵 那日本它是一个拥有很多宗教的国家 神道教它没有经文或是具体的教义 也没有创始人 他们主要是以崇拜自然现象和祖先为主 那是崇拜自然的民族文化 但这样的崇拜方式称为万物有灵 自然和神灵被公认为是一体的 所以神道教众神有的是悲剧死去的 有的是生前对国家社会有很大贡献的先人 也有一些是古人记载 由大自然、天气、大地等等而生的古代神志 那神道教有很多很多的神 所以有一句日语片语叫做八百万之神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指的是他们有众多所有的这样的神明 那日本人认为死后不是变成鬼 而是变成神 那这与我们的信仰呢 有类似之处 只是我们不同的是 日本人认为呢 人死后呢会变成善良的鬼 当人悲惨死去之后呢 他们认为这死去的人他的怨恨会对世界造成伤害 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样的伤害世界的事情发生 那神道教的人会崇拜这些死去的人为神 祈求呢 保护自己 早期的神道教呢 对自然神的崇拜涉及到方方面面 他们认为神能够在自然和生活中呢 有很多的形式可以现现 例如自然神 存在于圣食 树木 三月 和其他自然事物中 那部落神呢 或称为世神 是某个特定部落的保护神 也受到人们的崇拜 像道河神 就是水道神 他是保佑丰收的神灵 那在插秧和收获季节进行祭祀 和崇拜 所以我们在日本呢可以看到有很多道河神社 那我们人呢有分等级 神也有分等级 那神道教的神呢 他当然也有分等级 那最高级的大神 例如天照大神 越独命 再来是山神 和神 接着呢就是普通人死去变成的神 在日本的神话故事里 日本人认为远古的日本呢是没有列岛的 是一对远古大神兄妹结为夫妻后逐次出生日本列岛 对你没有听错 是一对兄妹生孩子 而且生的是岛哦 后来呢这个妹妹去世了哥哥呢的左眼化成了天照大神 就是太阳神 右眼化作越独命 就是月亮神 而这个天照大神就是天皇的主父 但这边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 天照大神呢是位女性 那越独命呢反而是个男的 这与其他宗教文化刚好相反 别人家的太阳神呢都是威武的男性 而月亮神呢是女性 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日本母系社会的时间性太长了 人们对于女性的崇拜呢远超过男性 所以把太阳神看成是女性 也是合情合理的哦 在神道教中呢天照大神呢是有后代的 那便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至高无上的天皇 那神道教徒呢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 在人间的化身 是天照大神的后裔 是天选之人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所以天皇只有名没有姓 因为只有凡人才有姓氏 天皇呢是至高无上的神 自然不会有凡人的姓 那其实啊原因是因为啊平民要有姓氏才便于政府管理啦 那你们知道天皇啊跟皇后出国也不用护照吗 跳题了我们回来谈我们的神道教 那神道教呢起初呢没有正式的名称 一直到公元五世纪到八世纪 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的百计传入日本 那渐渐呢被日本人接受 在日本书记中记载 天皇信佛法 在这句话中呢首次出现了神道这个称呼 那对于这句话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种的解释 那其中一个解释呢是说 佛教呢是日本的信仰之一 但佛教是一种外国宗教 所以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呢认为神道教才是自己的宗教 那也呼应了当时的农业社会的水耕种植的理论 认为神道教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活动 在奈良时代呢神道教呢曾经与佛教融合成为一个宗教 据说呢这个状况呢一直维持到明智维新的时期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呢 日本的神道教与佛教实际上呢 并没有完全的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宗教 只是部分交流而已 人保有其独特性在 后来呢由于佛教在一世神功的一世中被取消了 那神道教的崇拜仍然存在 因此呢认为神道教呢是不同于佛教的宗教体系 明智时代呢为了实现神道国有化 进行了神道与佛的分离 在明智时期 人们把对天皇的崇拜和对神道教的崇拜呢 混合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 叫做国家神道 那接着呢西方现代的宗教观念呢传入了日本 那神道这一词呢在宗教界开始扎根 那大约在二十世纪初宗教研究引入神道教后 神道这一词呢也在学术中奠立了确立的地位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呢 国家神道教就没落了 时至今日 神道教入主了神社 也被称为是神社道教 在神道教中呢有十一种祭祀的仪式 那人们呢用这样的仪式呢来表达对神的忠诚 和祈求神的保佑及财富 在日语中呢祭祀叫做 祢祭祀的顺序是 宵祭 祝祭 和后祭 宵祭呢是欢迎神的仪式 祝祭呢是用来庆祝神的存在 那祝祭的时候呢人们都会痛快的畅饮 而且会非常热热闹闹的 因为呢他们视为这件事情呢是好事 是喜事 因为人们相信他们越是乐在其中 那神明呢越是高兴 而最后的后祭呢就是与神接触的仪式了 在日本古代呢很盛行阴阳树 当时他们呢常常会请阴阳树的树士呢 来为他们祈福出灵 直到现在呢我们在一些古叉里面呢 还可以看到关于阴阳树的这些卷轴 而在日本当代的一些漫画中呢 不少雏林师他们呢也会用阴阳树 相信你们应该有看过这些漫画 那阴阳树呢在日本的古代呢一直呢 也都是很盛行的法术 当时的人们呢常常会请阴阳树士呢 来为他们祈福出灵 有教就有庙 连接神灵与人的特定礼仪呢 形成了一种仪式 那在仪式进行的地方呢 就是神社或是神宫 他们认为呢这里不仅是与神沟通的地方 更是神在人间的住所 那供奉的神呢主要是天照大神与阅独命 例如一世神宫内呢 祭世是天照座皇大御神 这个一世就是天照大神 供奉天皇的祖先属于古神社 前面呢我们说过 神道教认为人死后呢会成为神 所以神道教中也会供奉一些 生前对国家或是社会有贡献的人 在日本东京呢就有这样一间神社 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 为日本战士的军人 且大多数都是日本清华战争 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一些日本官兵 那供奉在禁国神社中 那有仪式呢就需要有人来执行 所以在神道教中呢 巫女呢是日本神道教的神职之一 传说啊在日本大神中除了太阳神天照大神 和月亮神月独命之外呢 还有一位大海之神虚左之男 这个是天照大神的亲弟弟 但这位海神呢是个惹是生非的问题大神 不好好治理大海却赖在姐姐太阳神的领地不走 而且还继续闯祸 那这个姐姐呢实在是很生气 所以赌气呢赌在山洞里面不出来了 那太阳神呢不在世界上之后呢 我们的世界呢就突然变成一片黑暗 那这个时候八百万神就寄居在天安河边商议 想办法怎么办呢 于是呢他们就请了一位天天女命 那这位女神呢手持猪叶 站在放倒的桶子上面跳舞 那因为呢她跳得太卖力了 衣服松开半裸着身体 那引起众神的风堂大笑 那天照大神听到外面戏虐嬉笑的声音 以及舞蹈的乐声之后呢 天照大神呢也想看热闹 于是呢她就走了出来 此时呢站在旁边的天手立男神呢 一把把她拉住 这个时候呢大地才重现光明 因此天天女神呢 被认为是日本舞蹈的奇缘 那发展成祭祀活动的神乐 是日本神道仪式的 在供奉奉纳的歌舞 那相传呢这位女神呢 就是巫女的起源 她跳的舞呢后来发展成 巫女在祭祀活动中 经常表演的神乐舞 那我们这一集呢神道教的介绍呢 就到这边 下一集呢我来跟大家聊聊 日本的巫女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还有段个人 那我们下次见咯 让我一个人 十一斤